大家好我是小黎 鐵拳8已經上市超過一週了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不知道怎麼享受這款遊戲 而每個角色的招式都可能有上百招 有的很亂或是沒有一個練習的方向 還有一些沒玩過鐵拳系列的朋友們還在觀望 那麼透過本影片可以讓快速的了解 鐵拳8到底是在玩什麼 首先我們準備了適合非核心玩家的數戰數覺男人包 再來準備了給想認真練習的玩家最基本的概念與知識 希望可以幫助上各位小夥伴們 具備25年以上的鐵拳紀念 希望能打造全YT最實用的中文鐵拳教學內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按讚加分享 也可以加入會員請老司機喝咖啡 或是使用超級感謝贊助奶粉錢 另外我這邊非常熱情的想邀請各位小夥伴加入我的DC群 目前有各角色功率串還有新手討論區 還有其他手有討論區的部分 連結在資訊欄跟置領留言點下去領個身份即可 好的我們正片開始 適合非核心玩家的數戰數覺男人包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好好享受遊戲 或是三五好友們 大家線上或線下同樂 那這個教學內容非常的簡單 而且看完後馬上就會 馬上可以上場去訂店朋友 沒錯他就是Special Style 就是特殊風格玩法 你也可以叫他簡易模式 因為他真的讓你有在玩鐵拳的感覺 不用背著死去活來輕輕鬆鬆一鍵連鑽放大絕 當作在玩無雙系列的歌槽集成度 好的我們先來看看這張表 這是由日本的職業選手Pecos公開的 這個是給特殊風格玩家參考的角色排行法 特別說明一下僅適合特殊風格使用 在正常的核心玩法之下 這張表完全不適用 千萬別搞錯啦 回來看這張表 強度是從上面往下面排下來 可以作為選角色的參考 而上面一排都是三島加非常強悍 例如我們選的新角色的利奈 進去練習模式後 我們先理解最基本的移動 首先按著前就是前進 連按兩次他就會向前跑 按著後就是後退順便帶著防禦 而連按兩次後退他會往後大跪一步 也會自動帶著防禦 而按著下就是蹲下 也會自動帶蹲下防禦 而戰力防禦的部分可以擋住上段 以及中段的攻擊 而蹲下防禦可以擋住下段攻擊 順便躲摔 接著我們可以按著上往上跳 但是鐵拳這個遊戲不像2D格鬥 是沒什麼在跳的 最後輕點上 是往上方橫向移動 輕點下是往下方橫向移動 橫向移動在近距離的時候 可以依照方向閃過部分的招式 再來開場前最重要的事情按下L1 打開你的特殊風格模式 左下角會出現提示 就代表你已經打開了 如果他不見的話 你再按一次L1 他就會出現了 這個時候我們來理解一下 這幾個按鍵的差別 正方形 擅長招式 我們簡稱1 通常按1可以發動強力的Hit發動器 在命中對手的時候可以進入Hit模式 然後Hit模式 我們等等再聊 那如果說你是按著前再按1 他會出現 該角色的中遠距離的招式 如果想要一口氣拉近距離可以做使用 那如果按著下加1 他會使出追蹤技 如果對手很喜歡橫向移動 你就可以使用這一招 但要留意有的角色的追蹤技被擋住可能會有破綻 而按著後加1 會使出非常快速的搶招 大部分是安全的 除非對手剛好蹲下來 再來是三角形空中連段 我們簡稱2 當你按一次2 他會發動COMBO的起始劑 在特殊風格當中只有一種 這些起始劑有的擋住可能會有破綻 但是排在上面的3位當導加 他們發動是非常強力的最速封城拳 就算對手擋住以後還是你先動 除非對手蹲下來了 命中後這時你有3種類型COMBO可以選擇 第1種 惡命中後2連按 第2種 惡命中後1連按 第3種 惡命中後插插或是圈圈連按 這樣就可以使出帥氣的連段而且完全不用被 就像在打無雙一樣連按即可 再來是暗插POWER CRASH 我們簡稱3 所謂POWER CRASH 我們稱為霸體技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動作有點慢的攻擊 但是在攻擊出來之前是有一定的時間可以承受出對手的攻擊 主要是常被對手壓制時可以使用這一招來嘗試反擊對手 但是這一招沒有辦法承受出下段攻擊還有衰技 也沒辦法承受出大絕招這個部分要留意一下 另外若是這一招被擋住的話大部分是有破綻的 所以要小心 再來我們看一下圈鈕下段攻擊或衰技 簡稱4 4的部分跟1一樣有分4種 直接按4是下段攻擊 如果按著下再按4會是第二種的下段攻擊 而按著前按4會以角色的情況而改變 有的是第三種的下段攻擊 有的角色是衰技 如如摔角手的King 他的前加式是使用相當強力的巨人衰 而後加式固定式衰技 每個角色都一樣 而下段攻衰技就是針對不喜歡蹲下來防守的對手使用的 第5顆按鈕是R1 Hit Blast 我們簡稱HB 按下去後會帶著霸體進入Hit模式 Hit模式下在部分的招式會有強化 再按4R1就會發動強力的Hit Smash 有點類似中程度傷害的絕招 而Hit模式一場只能使用一次 而且發動以後 血條下方的Hit條會慢慢減少 若是使用剛剛提到的Hit Smash Hit模式會直接結束 另外如果是在Hit模式中連按正方形 他也會使用連段 而且不論是否命中Hit模式都會結束 最後當你的血量快沒寫時會進入Rage狀態 這個時候你的攻擊力會提升 如果再按下R2就會發動Rage Axe 也就是大絕招 不過大絕招如果被擋住的話 幾乎都是大破綻的 使用的時機要留意一下 這裡我們補充一下空中連結的部分 配合上面提到的Hit或Rage 可以有一些連段上的變化 第一種 在Hit模式中連按2 他會自動幫你接一段用Hit Smash剪尾的combo 第二個在Rage狀態中連按2 他會自動幫你接一段用大絕招結尾的combo 第三種在Hit模式跟Rage狀態同時出現的時候 他會自動接一段帶Hit連段 而且用大絕招結尾的combo 但是說實在的你不用背沒關係 只要2連按就好 相當簡單 他都會自動把你帶combo 如果想要保留狀態的情況下 2命中後連按7顆按鈕的combo即可 以上就是針對非核心玩家的最速懶人包 如果你覺得要記得東西還是太多的話 那麼你就選一個你喜歡的角色 只要記得開閃按下L1 然後三角形沒事就連按 偶爾再按其他按鍵就好了 希望以上的教學能夠幫助到各位 然後小夥伴們先別急著離開 如果上面連段你都玩膩了 想要再多一點變化的話 可以試試這兩種接法 剛剛介紹的2命中後的3個combo當中 一定會有一招是讓對手在空中旋轉的招式 例如這一招 這時你改靈按R1 他就會自動帶Hit的combo 第二種方式是2命中後直接按R1 然後再連按2就可以了 他也會幫你接一個 以Hit Smash結尾的combo 就算你是完全零基礎的玩家 看完這些 就可以找朋友來試試了 而接下來會進入本片的重點 比較適合想認真學習的新手 至少要指導的基本概念 影片會分成好幾個章節 方便讓大家尋找 OK Let's go 基本操作篇 基本移動 我們先看跳的部分 因為鐵拳基本上不太會跳 只有前跳有分大跳跟小跳 所以隨便亂跳很容易在空中被人家上段攻擊打一套 跳可以躲過部分的下段 還有攻擊跟摔 但是有少部分的角色摔可以直接抓空中的人 平靜的部分 長按是向前走 眼底兩下會向前衝刺 而在遠距離的情況下 第二下長按會向前跑 前斜下長按會蹲著走路 另外前斜下的動作剛發生時 可以撥掉對手的下段或是下點拳 後退的部分 長按就是向後走 而連點兩下是後退步 撇拳從七大開始 後退步會自動帶戰黨 而後退步的動作中隨時可以改變動作 例如蹲下 或橫移 或前進 長按下跟後退下都是蹲下來 基本上都會自動帶蹲倒 而星星符號代表搖桿至中 我們通常會用N來做簡稱 橫移動分成上方 或下方 輕點一下是橫步 輕點一下是橫步 連點兩下是橫著走路 而這兩種移動是不會帶防禦的 目前建議新手輕點一下以後拉後或蹲 橫移最主要目的是在近距離時可以閃過部分的招式 但這需要長時間累積知識跟經驗 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不要先亂橫移 再來我們了解一下歐美的簡稱 攻擊按鍵部分主要分成四顆 左拳等於正方形 簡稱1 右拳等於三角形 簡稱2 左腳等於叉叉 簡稱3 右腳等於圈圈 簡稱4 移動的部分 上等於U 下等於D 前等於F 後等於B 例如前右拳我們會簡稱F2 或是F2 後方旗下加雙拳我們會稱為Dumbback OnePlus2 以此類推 而橫向移動簡稱SS 歐美還會細分成兩種 自己左方橫移稱為SSL 自己右方橫移稱為SSR 在蹲中才能出的招式前面會加上WC或F7 從蹲下放開搖桿 站立瞬間會稱為WS 例如WS4就是站立途中右腳的意思 至於招式中如果有框框我們會稱為刷鍵 就是只要很快速的輸入 有的角色有類似波動拳的指令下轉到前我們簡稱QCF 下轉到後我們簡稱QCB 然而簡稱的部分台灣習慣用日式說法 本影片後面也會使用日式來做說明 十字鍵的八個方向剛好對應著電腦鍵盤的數字鍵 攻擊的部分左拳等於LP 右拳等於RP 左腳等於LK 右腳等於RK 雙拳一起按是WP 雙腳是WK 例如前斜下左拳 就是等於3LP 後雙拳等於4WP 等等 至於熱鍵的部分怎麼設定 因為鐵拳有很多招式需要按WP或WK 我建議可以設定在R1 跟R2 而Hit跟Rage可以設定在L1 跟L2 需要玩特殊風格可以設定在L3 需要4顆鈕同時集氣的可以設定在R3 這裡先講一下集氣的部分 因為集氣後無法防禦 在擊中對手或是被對手擊中後 會被列為Counter 只有在很特殊的情況下 才會使用到新手完全不建議去按 也不要拿來挑釁對手 進攻與防守篇 鐵拳的攻擊分成三種 第一種 上段 通常是出招較快 風險較低 可以站打 也可以蹲下躲破 2中段 通常出招較慢 但是回饋較高 很多COMBO的發動器也都是中段 回饋高但是風險也高一點 只能站檔 但是不可以蹲檔 3下段 只能蹲檔不能站檔的風景 下段有分成低風險的跟高風險的 但幾乎所有下段被擋住後都可以反擊 而且下段也打不到空中的對手 而且下段也打不到空中的對手 上段通常是拿來搶招跟牽制對手用的 而中段跟下段通常是拿來二折對手用的 這個是基本中的基本 而鐵拳這個遊戲大部分都是站著 因為中段的回饋比較高 有一定的把握再去擋下段或是躲上段 另外還有兩種特例 特殊中段跟特殊下段 這兩種攻擊不論是站檔或蹲檔都可以 特殊中段像是熊在Hit中的風神拳 而大部分的角色蹲下點拳 幾乎都是特殊下段 這也先插個話 下波系統 在對手發動下段攻擊或是特殊下段之前 你只要按著3 也就是前卻下 你就可以撥掉對手的攻擊 還可以帶一個小連段 但是熊剛剛的特殊中段是不能下波的 另外這個撥掉的動作已經算是一次龍捲風了 一套combo當中 理論上是只能一次龍捲風 所以不能再龍捲風第二次 龍捲風等等會說明 除了招式篇 圖測招式篇 招式表中出現的藍色圈圈 代表該招式可以追蹤對手 英文叫做轟鳴 專門拿來打對手和移動使用的 出招後會有一個藍色的光線 而打團一的招式有一些安全 有一些會被反擊 二招式表當中出現的紅色盾牌 代表該招式是霸體的攻擊 英文叫做Power Crash 而霸體的部分在你按下招式之後 從第七frame開始 具有霸體的效果 是一種可以承受出對手進攻的攻擊手段 像是Rage Arts 或是Rage Bust都帶有霸體效 但是要留意 除了Rage Arts以外 霸體對下段是沒有效 而且整個動作要是被摔是無法解摔的 三 招式列表中出現的旋轉效 代表這招是鐵拳八COMBO組件的一環 英文叫做Tornado 就是龍捲風 我們簡稱T 在空中的對手只要被T打到 就會帶回旋的方式落地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再過去追擊對手 讓你的COMBO組成的傷害更高 並且有充裕的時間讓你跑過去使用RA或是HIT 要留意 一套COMBO只能T一式 有少部分的招式在地面命中時就會直接踢 這時的COMBO當然你就不能再踢一次 4.Counter系統 當你的攻擊判定 先打掉對手的攻擊判定時 這個時候就被列為Counter Key 簡稱CH 或者我們用諧音Counter 而Counter成立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首先是傷害會變成120% 而不勝招式Counter可以帶COMBO 所以每個角色通常會有幾招就是要拿來OUT COUNTER 來得到更高的回饋 但也要留意被擋住時有沒有缺乏 5.不可防禦技能 每個人通常會有配一招不可防禦 它通常發生很慢 或是很容易被橫移 一般的情況下是不會亂使用的 除非真的是出其不易 不然回饋都是不高 而且風險很大 6.破防技能跟蓄力攻擊 極少部分角色的技能會造成破防效果 破防大概一定時間內是不能防禦的 不過通常是上段居多 或是容易被橫移 而有一些蓄力攻擊也是帶破防效果的 大部分的蓄力攻擊被擋住都是有利的 或是對手後面有牆壁 可能會被強迫貼翔帶COMBO 也是一樣大部分用橫移來做閃過 或是勇敢一點打哈康德或用小招侵蝕他 通用狀態篇 鐵圈是世界存在著各種狀態 接下來我們依依來解說 第一個是戰力狀態 這個是每個角色最基本的狀態 技表上面提到的招式如果沒有特別說明 基本上都是在戰力狀態可以做使用的 2.蹲下狀態 當你按著下方就會蹲下 有些招式是只有蹲下才可以做使用的 而部分的下點拳 或是蹲下踢 在戰力狀態時可以馬上做使用 另外你蹲下來放開十字箭時 會有一個回到戰力狀態的時間 這時我們會稱為戰力時 或是戰力途中 或是立宗 有一些招式是立宗才可以用出來的 例如最常見的立宗RK 而通常這些招用完就會讓你回到戰力狀態 3.空中狀態 當你按上跳起來 或是某些招式讓你是跳起來攻擊的 通常可以直接目視你的雙腳已經離地了 就稱為空中狀態 他可以閃過下段 還有大部分的摔 不過他也很容易被上段打響 中段就要看發生的時間以及招式的範圍而定 而跳起來的落地瞬間會進入蹲下狀態 4.跑步狀態 當你距離對手三步以上向前跑的情況 常用的招式有WP的背撲 以及幾乎所有角色都有的RK滑梯 只有少部分角色沒用 而對手若倒在地上則會直接踩過去 另外如果距離對手更遠 則會自動使用帶有超級霸體的衝撞 對手若是擋住自己則是大大的有力 但這不是那麼的完全安定 別太相信 5.背向對手 背向對手其實是相當危險的 建議按後 或是後斜下 快速的回到正面 另外你也可以按拳頭 或是按腳 來快速回升 不過回饋都很低 多少都帶有點風險 但是有的角色是故意背向對手的 因為他們通常帶有一些背向的招式 常見的像是小羽、雷文、咖啡女這一種 6.Rage狀態 血量在疑地程度之下會進入Rage 傷害會變成110% 而且可以使用Rage Arts 也就是所謂大絕招 他自己本身自帶超級霸體 不會被任何攻擊打掉 而且自己的血量越少 傷害越高 但若是被擋住的情況下都是-15幅 會被屑板 另外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Rage Arts命中後 可以讓對手的白血 完全消失 白血的部分我們後面再來說明 7.倒地狀態 當你倒到地上不起來的情況 通常會建議安全的起身 大多情況按著後就可以了 極少招式是在倒地過後才可以做使用 這個我們未來會講 我們先進入下一個章節 倒地與起身 倒地與起身篇 我們先講一下一般正常情況的倒地 當你被打到空中後 落地的瞬間 按下左拳或右拳會向上方受身 如果你按下左腳或右腳 就會往下方受身 而這個受身在大多情況下是安全的 並且在受身的當下有相當短的無敵時間 另外新手我們也推薦按著後方受身 不過上面三種有的情況並不是那麼的安全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說說明 還有一種是按著前叫做快速受身 會附帶一個安全的小攻擊 但是要小心被抓到就是帶一道combo 另一種情況是你已經倒在地上 通常會有三種相對較安全的起身 第一種是按上 會原地起身 第二種是按後 會後方起身 第三種是按後斜下 會起身下擋 另外還有其他動作要依情況使用 按左拳會往上方側翻 按下左拳會往下方側翻 通常是想要拉遠一點距離 或是不想要被對手抓到你起身的時間做使用 側翻後若是按著下可以持續倒地 通常是側翻完在後方起身的情況居多 再來是起身攻擊 按左腳是起身下段梯 按右腳是起身中段梯 不論哪個方向起身梯 擋住都是-9 但還是要小心被抓距離或是下坡 另外一種是按下雙腳 稱為翻滾攻擊 主要是拿來打斷對手的進攻用 但是要小心 這招被擋住是有缺反的 近距離被擋住還會被打一套 還有一種是按著下加左腳或右腳 這種牽制踢發生相當快 面中還能拉遠距離 進入蹲下狀態 但是距離很短 而且被擋住是-18伏大缺反 大多是拿來齊襲或是收尾使用 最後是按著前會前滾翻 前翻再按雙拳會使出飛撲 通常是遠距離使用 近距離在前翻時很容易被攻擊 新手我們推薦按後 或是按上 或是按後斜架來起身 但如果你倒地的姿勢不是臉正面朝上 我們會建議你可以先撤翻 依情況再做起身 等重作比較熟悉時再來做運用 攻擊招式與移動練習篇 鐵圈的攻擊移方式 與其他2D格鬥遊戲不同 許多招式都存在著連續動作 你可以選擇接下來要出的動作 這個我們稱之為派神 例如封堅準的白鹿 第四下你可以選擇出中段或是下段去惡責對手 你也可以只出三下不出第四下的派神 防守方如果前面被打到 建議先乖乖擋好被折 但如果前面擋住了 就會有一些選擇 有些招式的派神中會存在著空檔 可以使用橫移 或是用插刀的方式 或是用霸體技 有些派神是上段可以蹲 或是下段可以下撥等等 或是有些中段擋住是有缺乏的 這個就需要去單獨研究該角色跟測試 新手的建議就是遇到一些招式就去研究一下 或是問問社群的老手 通常會有不錯的答案 而所謂的GO 是來自日文的漢字 英文的部分通常叫做Sense 這是指你輸入某個指令後會進入這一個GO 例如山島家的封城部 有些招式在這個部中才能使用的招式 例如封神拳 雷神拳 耐落等等 每個角色通常都存在一種GO 這個了解一下即可 因為這些都是進攻的手段 以及防守方要去練習應對的要點 而移動的練習方式有很多種 通常第一個要練習的是連續後退步 雖然八代對新手很有散 你只要連續點後退就有一定程度的拉遠距離 但是如果你想要快一點就需要知道如何運用 它的原理是是在後後時 用蹲下 或是用橫移取消掉定值動作後 在後後 指令通常是44N、414N、414N 新手每天花點時間練習即可 第2種練習方式是8字形 指令是448、442、668、662 這次能讓你更快理解指令之間的節奏感 另外有風神步的角色可以練習連續風神步 指令是6223、6223 移動我之後會準備詳細的交絕 或是到資訊欄我有放一個7代的交絕 大概878下 刷技與緊摔篇 摔技與緊摔篇 摔的部分分成幾種 第1種 普通左摔 第2種 普通右摔 第3種 雙手摔 第4種指令筒 包含連續摔技 第5種 中段摔 或地板摔 第6種 極其少數的特殊摔 而摔的基本原則 第一個 它是一種不能防禦的上段 換句話說 蹲下來就沒事 還能反擊對手 但是也提高被中段打到的風險 2 幾乎所有的摔都可以解摔 在摔的動作發生後會有一小段時間 按下對應的按鈕就可以解摔 但招式表的右邊都會告訴你要按哪一顆解摔 但我們通常會有幾種方法來做判斷 對手左手在上面 我們按左手解摔 對手右手在上面 我們按右手解摔 對手雙手在上面 我們按雙手解摔 有些人會問 普通左摔或右摔 不是按左手或右手 都可以解摔嗎 主要是因為指令頭的存在 例如少部分的指令頭 如果是左手在上 那麼你就一定要按左手去解摔 不可以按右手 所以建議一開始練習解摔的方向 還是分成三種 另外不論對手是使用哪一種上段摔 在自己的左側都是用左手解 在自己的右側都是按右手解 在自己的背後是不能解的 而且很痛 3 少部分的指令頭是無法用動作來判斷解摔的 例如King的巨人摔就是要按左手解 但是閃耀就是要按雙手解 不過他的前置動作都是雙手在上面 你只能在被摔到的瞬間去判斷他是哪一種摔 再去按下對應的按鈕來做解摔 這只能依靠長期的練習才能達成 4 少部分角色擁有中段摔而且無法解摔 中段摔只能摔到蹲下來的角色 優點就是不能解摔偶爾才會用 5 極少部分角色可以使用地板摔 大部分是按左手或右手來解摔 但是看不出來你只能猜 6 極少部分的摔可以把人從空中抓下來 例如King的巨人摔 通常是拿來接combo的 當然這一種是一定不可以解摔的 7 少部分角色擁有連續摔 我們也可以叫他派身摔 他通常是分成好幾個解摔時間 若是猜對就可以成功解摔 但若是沒有猜對就會被摔一整套 有時候比combo還要痛 8 所有可以解摔的摔技 若是發動的counter狀態 可以解摔的時間會更短 也就是你被counter摔到 就更難解摔了 而且如果你的霸體技在攻擊判定完的硬直時間結束前 若是剛好被對手的連續摔摔到 這一段的連續摔都是不可以解的 9 超級少數的特殊摔技 這個有遇到再去研究怎麼解就好 就像是咖啡女這個下段摔 其實只要蹲下來就可以解摔了 解摔雖然重要 不過新手可能會卡關 但多半情況如果預測對手要摔 都是蹲下來打他一套居多 後面再來慢慢針對角色來練習解摔比較適合 白血系統 鐵結巴存在著白血系統 他是一種可以回復的血量 他有點類似快打5但是規則不太一樣 造成白血的條件有幾種 1在部分招式擋住後 2在hit中 所有招式擋住時 3在被打combo時會造成一部分的白血 而回復白血的條件 1任何攻擊命中或被擋住後會回復少許 部分hit相關招式命中時會回復白血 3少部分招式命中後會回復較多白血 也許有一些隱藏的條件或規則 這個後續可以再補充 但新手只要知道一下就好 整體遊戲的設計是希望你進攻的 Hit系統 有點類似自身強化的系統 每個角色在每一回合都可以使用一次 進入hit後 hit的計量表會慢慢的減少 當你擊中對手 或是你被對手擊中時 他都會停止減少 而每個角色的hit都有不同的效果 通常存在著強化劑或是新的技能等等 使用相關技能就會扣除hit的計量表 結束後該回合就無法再使用hit 進入hit的方式有幾種 使用hitbus rp加也ok直接無腦進入 發動一個帶霸體的中斷 如果不想發動中斷 連推後兩次即可 但要小心都是有存在硬直的 揮空或是不出招都是有點危險的 而且直接發動hitbust 你的hit的計量表只剩下三分之二 所以很多情況下是拿來接combo的 或是當解危機來使用 或是拿來壓制對手 使用hitdash進入 招式表上 藍白色火焰的招式 代表該招式命中對手後會進入hit模式 並且會衝向對手 雖然有利時機服但是對手是可以防禦的 對手這個時候只能乖乖擋好被二者 這是一種最安全進入hit的手段 而且hit的計量表是全賣的 但是如果被擋住 或是在空中命中時 是不會進入hit模式的 如果已經在hit模式中 但只用hitdash的情況有兩種 1 發動後按指6可以再發動一次hitdash 通常會拿來接combo用 計量表會歸零 被擋住時就是可以再壓制對手一次 每個角色招式的有利時間是不同的 背後如果牆壁則是會大幅有利 2發動hitdash的招式但是沒有按著6 就可以保留在hit模式當中 而進入hit中都可以使用一個小絕招 我們稱為hit smash 每個角色的固定指令都是在N4RP加LK 小部分角色存在著兩種不同的hit smash 指令起查看招式表 而hit smash使用後 計量表會直接歸零 並且每個角色發生時間不一定 以及擋住後有利不利能不能缺反等等 建議直接查詢老手整理的資料 或進練習模式來測試以及研究對策 1. 影格 Frame數概念 格鬥遊戲通常都存在的Frame數概念 這裡先簡單先提幾個重點 首先先打開電習模式中的顯示設定 裡面的影格情報 1. Frame代表60分之1秒的意思 例如通用的戰力左拳發生10伏 就是指他需要60分之10秒的時間去發動攻擊 你會看到很多招式都大於10以上 數字越大代表動作越慢的意思 2. 硬直差距 這代表你的招式接觸到對手後的差距 如果是藍色是正數代表你可以比對手先動 紅色是負數就是對手可以先動 例如戰力左拳命中後加8 代表你可以比對手先動60分之8秒的意思 這次如果你再出發生17伏你內的招式 對手就算出最快的10伏左拳都會比你慢 因為你可以比他先動8伏 這個就是有利與不利的概念 理解概念後我們用簡單的數字來 確定反擊的概念 在鐵拳包裡面發生最快的招式是10伏 只有極少數的招式會少於10伏 例如極光刀 所以當對手出的招式被擋住是-10以上 你就可以用左拳連段來確保 如果擋住是-15以上 通常可以使用普攻擊帶一套COMBO 蹲下來的情況 你只要記得-11以上的下段 大部分可以用立宗RK來確保 -15以上的下段 你可以使用你的蹲蹲招 或是立宗招 或是可以帶COMBO的起始技 來做確保 這個只能依照經驗跟練習模式來記 但有些大下段是比較明顯會卡住的 所以通常都是-15以上 一定要確保 而少數角色的普攻擊可能是16以上 這種情況通常要選擇比較痛的確保方式 或是要記對手哪些招式可能是-16或-17以上 總結Brain的概念或許複雜 但新手只需要知道有力時可以選擇帶進攻 或是出一些安全打看的招式 不力時盡量先防守 再來就是用確保的招式要記好 當然對手可能會帶你有力時去凹霸體或是大腿燒 這個新手只能去抓對手的習慣 或是不急著先進空觀察對手的情況 連段我們大多是指空中combo 而combo的結構大概多下 第一個是combo的起始技 第二個是適合用來接combo的招式 第三個是造成龍捲風 第四個是追尾結束 中間可以塞一些Hit發動器跟Hit Dash 而空中combo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他會越打越遠 稱為pushback 他會越打越少 稱之為補陣 而我們建議新手先把練習模式裡面的連擊範例先練好 再去YT上面有很多大佬都有放combo教學 先不要記太多combo的細節 照背就好 只要留意部分的combo 不一定是用側面或背面 然後墻壁combo 或是是用場地效果的combo 這個大概也只能先用背的 未來會再做詳細的說明 墻壁機制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老手的combo 最後都會讓對手送到牆壁再去接一套 因為傷害很高所以大家都會練 如果你對combo的理解很清楚 控制好距離通常都可以完整達成 新手還是建議看combo的影片用背的就好了 不過我們還是先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概念 普通貼牆的情況下你大概可以打三下左右 如果對手貼牆夠高 部分招式可以打四下左右 太低的情況就只能打兩下左右 為什麼要講左右 因為少部分的招式可以突破這個限定 可以說是專門拿來接bcombo用的 再來如果你到牆壁再用龍捲風 他可以把對手再拉高 而且不會計算到上牆的攻擊數 再來部分場地的破壞概念 在觸發場地破壞的攻擊是不會計入次數內的 但前面接的次數跟後面是共用的 所以當你第二次碰牆壁時 可以接的combo就會變少 而許多bcombo教學影片的最後一下 你會看到他可能會慢一點點 這個我們稱為補陣切 跟2D格鬥遊戲補陣切不太一樣 例如18這個combo 最後一下傷害是24 但如果你慢一點點 他就會變成50% 這是因為對手已經接近地面狀態了 還來不及收成之前被攻擊到 所以就變成50% 這個理解一下就好 反正先用BED就對了 結尾 新手練習清單 我們很感謝各位新手們看完這很長的影片 但我們也建議每一天看一個章節就好了 然而新手們如果還是不知道練習的順序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國外大佬的新手練習清單 1選擇一個你愛的角色來練 先不要論這個角色強不強 對角色要有愛才能長期的去練習 當然強度檔可以去推特找看看排行榜 但每個人推薦了多少會有出入 不過應該都會有幾個都是在上面的 2不一定要先上網打段位戰 可以先把現象模式都玩過 慢慢熟悉後再找朋友或去大廳跟別人練習 3上網找combo影片來練習 4前面幾個章節提到的移動練習 確定反擊的4招 還有解摔 可以每天花個5分鐘去練習 尤其是缺反combo 另外我建議可以多看YT上的高手對戰影片 看久了對新手多少還是有幫助的 以上就是本影片的全部內容 未來會再針對各個部分做細節的教學 還有各個角色的研究 可能會用影片或是直播的方式 另外也會定期辦理線上的賽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這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也別忘了加入我的第七群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